白日文教授好 欢迎您来到本期的今日华尔街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请到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白日文教授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 但是我想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能不能先请您来介绍一下自己 您是怎么样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产生兴趣的呢 谢谢您的邀请 这个问题很大 我是很早就开始从事研究中国文学跟电影 我是19岁第一次出国去中国去南京留学 后来又到台北带来在台湾的师大又大了一年 所以等于在度本科那个期间有两年的留学经验 就是在那个期间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 然后往后的几年一直不断的在深造在学习 就是这样开始 那么下面就要说到我们今天采访的话题 就是有关于方方的这一本武汉日记的翻译和出版过程 那其实现在想才有一点恍无格式 在庚子年的除夕前夜 当时武汉的封城 方方随即就开始写作这一本武汉日记 到当时到现在 现在疫情蔓延了整个世界 其实呢不仅仅是中国人 很多世界上各个国家人的生活 以及他们的工作方式都有了改变 很多家庭也受到了苦难 有很多的泪水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某一些部分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方方的这一本日记 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她的私人的日记了 也成了记录这个时代的某一种脚本 那我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您是怎么样认识到方方老师的 当时又是怎么样萌生了要翻译这一本武汉日记的想法呢 方方老师我应该是两三年前 就是通过微博微信有朋友介绍 那个时候方方老师有一本长篇小说 就是有人推荐我去翻译 后来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通过微信来讨论这个翻译事业 后来真的我把这个项目都借过来 真的在做 然后到了2019年底 2020年年初 我正在翻译这个叫软卖 一本长篇小说 那个时候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爆发 那爆发之后我也知道方方老师人在武汉 所以我就是每几天都会给他发短信 看看他和家人怎么样 我也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一个日记 他也没说后来有一些中间一个朋友就就问我说 哎你有没有看方方那个日记 我说我注意到了没有没有仔细看 他说那你真的应该去好好看一下 那我看了一两片之后 哇非常真静了 我觉得当然我也是非常关注就是武汉那个时候刚刚爆发的那个整个疫情 但是都是通过上中央电视台新华或者上美国的各个平台来了解那个情况 他能提供的信息都是非常举步的非常有限的 但是读了方方日记之后 我觉得可以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当时就是困在武汉住在武汉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 而且会有从一个人的一个角度来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马上发短信给方方老师说 哎我们以后不把这个软麦放到一边去 我先翻译这个日记吧 一开始方方老师也拒绝了 他觉得这个日记根本没有没写完了 这个整个疫情也是刚开始 我也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 他觉得不太恰当吧 或者说我们再等一等吧 那我就非常尊敬 我说好没事 反正你要是改编主因再跟我说 没想到再过一个星期 他又来线说还是我们还是还去做吧 因为那个时候武汉日记已经变成了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 而且好多出版公司好多代理人 都每一届都开始直接跟方方联系 就是希望能够出版能够推广 那后来我就开始招手翻译 很感谢您刚才的回答 那么能不能简单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一本英文版的方方日记出版了之后 在国际大概的反响是什么样的呢 英文版的话 其实整个翻译的程序也是非常独特 可以说是同步翻译 因为方方还没写完了 我已经在翻译了 所以他是1月25号开始写 我是比他完大概一个月 我是2月2月底就开始翻译 他完成了之后 我也是大概几个星期之后 就把整个意稿完成了 我是4月 大概4月中旬就把整个意稿完成了 400多页的大稿子 结果电子版跟有声书都是5月15号 在北美出版了 正式出版了 精状版要等到11月份 11月中旬才出版了 所以隔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那么出版之后 海外反响我觉得都是相当支持 很多人就是给方方非常大程度的肯定 好多国际媒体 像伦敦时报 纽约时报 罗杉矶时报 都有做大片幅的报道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报道 都是非常正面的 而且后来也 这个版权也卖到好多不同国家 大概一共可能有20个 不同语言的版本 所以我觉得反响应该算是蛮大的 而且当时其实很早方方就决定 把所有的利润 他都会捐给 就是在武汉牺牲那些医生的家属 所以这个任务都很早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 尽量像做一些 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背景之下 像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也的确是 但是说到这一本书在国际上 像刚才您谈到的这种正面的反响 可能与之形成对比的 就是这一本书在中国的一些 民族主义往您心中成为了 像西方势力递刀子这样一个工具 我想问一下您 您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 有没有觉得其中的有一些段落 是不是觉得有一点敏感呢 或者是不是可能会给 方方老师带来困扰 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当然方方是在这个日记里头 有一些部分是对政府非常 给政府很多的肯定的 就是他们有一些政策做对了 方方会把所有的credit都给政府了 但是也有像尤其是在疫情 刚刚爆发的头二十天 或者三十天 也有一些小小问题啊 那方方都非常的直率 把那些问题都说出来 所以我其实为什么那么多人 当时支持方方了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 他们看了他的日记有一种信任 他们觉得他不会像很多不同 很多像官方啊 或者好多不同媒体 他可能就给你看事情的一面 方方其实好的一面 坏的一面 他通通都要给你看 非常痴痴落落的一个表现 他是当天写 当天登出来 没有修改 没有认识 没有担心就是会冒犯谁 所以我觉得 他就是有一种非常 非常纯的一个表现 他是因为一个爆发力在里头 那这个爆发力 我觉得感动了很多人 而且让他们阅读的过程当中 能够信任他的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表现 那也的确是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方方的作品中 有一种很纯粹的感人的力量 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人 当时跟踪中文版的方方日记 还有后来我们读 您翻译的英文版的时候 可以同样感到的 这样的一种力量 但是我这里还想特别问您一点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您可以给我们简单讲一下 中国的网民 在您翻译了这本书之后 对您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那我也听说过 有这样的一些民族主义网民 可能也对您的生活 造成一些困扰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您的感觉 或者反应又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是 当然方方很早就变成了 他们攻击的一个对象 这是其实可以追随到 2017年 那个染埋出版之后 有一群那个 可以说是比较极端的 极端分子 这就是开始攻击方方 其实对武汉日记的攻击最早 就是同一批人 这个很清楚 你可以找字 去上网去索一下 去找最早批评方方 武汉日记的那一群人 就是在2017年攻击他的那一批 所以我觉得有一定的连贯性在那里 但是武汉日记 那个阅读量那么大 说不定这些攻击他的人 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通过方方这样的一个平台 把自己都拨打 那么的声音可以变得越来越大 结果呢 其实从很早方方就开始 开始受到这样的攻击 他日记里面也经常会写到 我自己的话是到了四月 大概七号或者八号 武汉日记国际版将要出版 这个信息就是曝光之后 一下子大概一天之内 可能会收到好几千封恐吓信 这种或者死亡威胁信 就是一下子就是涌上来 好几千 然后一直不断的持续 持续了将近一年了 短短持续的 基本上都是通过微博 或者其他的社交媒体 就会收到这样的信件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有时候某一些 特定的政治事件发生之后 那个攻击我们的人 就会更多 一下子就多起来了 其实跟日记毫无关系了 他们可能是针对当时 川普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舆论 然后最后这个日记 就变成了一个 他就是被翻政治化了 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的 政治上的一个拱锯 完全脱离他原来的 整个他原来表现的内涵 我觉得完全给扭过去了 我就是完全被给扭歪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可悲了 我一直把武汉日记当作 方方给他一直生长的 那座城市的一封情书 就是在武汉最黑暗的那段时间 就是给很多人提供安慰 提供灵感 提供很多资讯 但是后来在很多 就是不同人的手里 他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 地刀子或者伤害中国的武器 我觉得绝对不是啊 他本来我们的出发点 都是都是做好事 就是当时在美国 没有人在注意疫情 武汉的疫情 除了我 我从中国来的留学生 一般老美 一直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 但是我一直在关注 然后一直觉得 他们真的要赶快去学习 去了解当时的情况 而且很快 他就完全聋坐了 整个世界 所以当时 我们有一种使命感 就是赶紧把方方的这个 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个 一个见证 就是翻译出来 因为就算后来 我们整个世界 都有经过封城 这个quarantine 我们都有这个经历 但是你第一次都是不一样了 比如说你学会 骑泽行车之后 你不能再回到 不回骑泽行车那个状态 但是刚刚 那个疫情刚刚爆发 那段时间了 方方那种恐惧啊 那种忧郁 所有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无法复制 它是 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 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 一个记录 也的确是啊 那么就像刚才您所说的 其实方方的这一本日记 是有很大的互动性的 因为它正在写的时候 事情就正在发生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它的语言 其实有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的精致 有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像聊天 会有一些随意 有的时候呢 甚至会有某一种气氛 对于对它 做出不公平 评价的人的反击等等 所以是一个非常活灵活现 你是能够听到它呼吸的 这样一部分作品 但是等到您把它翻译 再出版之后呢 更多的好像就是 是回看一个记忆隧道中的 某一些流光片影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我想问一下 从您作为一个 译者的角度来看 除了武汉 除了中国的人之外 这一本方方日记 对于世界范围的人 有什么样的一个借鉴意义呢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 也经历疫情 各个国家也经历疫情 如果他们之前 读了方方日记 是不是能够从中 得到一些 可以避免的教训呢 其实我觉得 可以从武汉日记 学到好多好多东西 就算现在已经过去 那么18个月都过去了 但我觉得它好多 非常宝贵的教训都还在 比如说最简单的 像那些预防措施 像戴口罩嘛 方方在还没有 新冠疫情这个词 他都还没有给他 一个名字的时候 在一月一月初 他去医院去探望一个朋友 他自己是戴一个口罩嘛 保护自己啊 你看现在在美国 时间过了那么久 还是有那么多人 不愿意戴口罩 甚至反对口罩 所以我觉得方方 从一开始 一直非常配合政府的 那些政策 还有他们采取那些预防措施 它是非常积极的配合 我觉得这个教训是非常宝贵 我们老百姓都应该 应该去做 应该做就出一点力嘛 戴口罩也没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 但是也有一些 我觉得非常微妙的地方 比如说方方日记 它里头也有预示 很多我们日后 整个世界都有经历过的 很多事情 比如说新冠疫情 跟宗族歧视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一年 好多就是针对压抑的一些暴力事件 一直不断的在爆发 还有对黑人 好多新冠疫情的背影之下 好多少数民族 就是受到很多的歧视 其实在方方日记一开始 他就提到武汉人 到中国其他城市 也受到歧视 比如说不愿意给武汉人住酒店 或者不愿意雇他们为 就是在某一个工厂 可能把那些武汉人 就是不愿意让他们 继续做下去等等 所以我觉得从很早 他已经就告诉我们 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宗族歧视 跟新冠疫情的这种关系 还有像这种家新闻 家信息 跟疫情之间的那种关系 所有人去看那个 武汉日记很早就会发现 这不管是关于疫情的 也是关于这种 网络暴力的一个记录 而且但这种网络暴力 不嫌于中国 美国后来也是非常之多 尤其在那个川普 那个时代特别多 还有这种极端的爱国主义 中国有 美国也是有的 我觉得像那个美国的 alt-right其实跟方方所称为极左 其实非常类似的 这两个群体 他们采取的手段 他们的政治立场等等 我觉得非常非常类似 但我个人会觉得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方方在他的日记里头 不是一直不断的要求追责 就是在武汉疫情刚刚爆发 头二十天三十天 有那些小问题 他觉得一定要追责 那些负责任就是要道歉 他一直强调这一点 其实在武汉 确实有好几个当官的 就是地方官员 武汉就是省级或者城市级的 都被解雇了 或者清算了 或者就是没有工作的 确实有人去负这份责任的 但你看在美国 你想想看 有任何的就是领导 或者政治家有道歉过吗 有就是辞职了 辞职道歉吗 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而且美国四万路又那么厉害 所以我觉得受到追责 我觉得美国应该把这个问题内在化了 应该好好找个镜子 好好问自己 我们就是在新冠疫情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 谁要负责任 谁要向老百姓道歉 因为确实有好多问题 好多失手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从方方日记 真的有好多好多可以学到 而且尤其是方方的这份勇气 他人在武汉 这么多人攻击他 每天有几千几万人在骂他 叫他去死 叫他这样那样 他一直就是不放弃 还是勇敢的往前走 勇敢的继续记录 继续写作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 我也很少会见到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其他作家会有这么一份 一份勇敢之心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 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很感谢您刚才的介绍 那您最后也提到一个很有趣 同时也是很让人忧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中国 特别是在网络上出现的 这一种极端主义情绪 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可能最近值得我关注的一个事件 就是有西方的记者去河南当地 报道水灾的情况 结果您也知道 河南共青团的官方的微博 就发了一条博文 号召大家去揭发举报 反华的BBC记者 反华是打引号的 结果前去河南报道水灾的外国记者 就真的在街头 遇到了老百姓的责难问责等等 所以这一点我其实也很好奇您的观点 就是这样的一种对于西方排斥 这样的一种敌意的情绪 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 那如果我们天天看微博就会觉得 好像这些人人数很多 而且力量还很大 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公共舆论空间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股力量 到底有多大的话语权呢 这个很难预测 我觉得当然有官方的部分 也有非官方的部分 而且会有一种循环关系 就是互相支持 有时候一开始可能是 一个比较曹根的一个行动 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微博 发一些 把一些信息丢出去 或者官方把他接过来 把他扩大了 或者有时候从官方那边开始 又是就是平民把他放大了 要注意到 他最早 其实很难 很难说的 但是确实有这种 尤其在疫情期间 这种极端的爱国情绪 我觉得在中国一直不断的在往上上 然后美国一样了 美国完全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两边 都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而且就算中美关系 现在遇到一个非常尴尬 就是走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时刻 我觉得那我们老百姓 我觉得应该更加努力 去去建斗更多的桥梁 就更多的就是可以互相了解的一些渠道 因为我看两边的政府 好像都是这样马来把去 然后我觉得 好像要重新开始才有机会 就是得到一个比较有 见识性的一种关系 但是目前我们两国之间 确实这种极端爱国主义的这个情绪 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最后一个问题 就要问的更广泛一些了 其实您除了是《方方日记》 这一本作品的译者之外呢 您还是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者 所以我想从一个不断关注 不断翻译中文文学作品的一个 翻译家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在您所了解的过去 这几十年或者十几年这个过程中 您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 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 如果我们说言论自由 是产生好作品的土壤 那如果在现在中国这样一个 我们觉得言论公共讨论的空间 越来越小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您看到他们的作品中 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吗 一直在变化吧 但是尤其是这十年以来 我觉得您说的没错 就是可以表现可以发表的那些舆论 我觉得那个空军越来越小 一直在缩小 一直变得越来越小 甚至有一些话题 可能是五年前可以写出来出版了 现在没人敢碰了 太敏感了 就所谓的敏感词 这个词量越来越大 这是不能碰的东西越来越多 那我也有注意到好多作家 中国内地的作家 很多是之前在内地出版作品 是没有问题的 最近越来越困难了 甚至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 一点都不敏感 其实在从审查的角度 还是有它的敏感度 所以只好跑到台湾 或者跑到其他地方 找路子就出版了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然后知识分子也就在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 他们大概只有这个选择 一个是保持沉默 不写作 或者不发表作品 另外一个是继续写 但是不发表 或者完全走到另外一边去 就是可能变成了一亿人士 但是最最最常见的 就是去拥抱主流 乖乖的就是明知保身 乖乖的去写 应该写的那些东西 所谓的正能量的那方面的作品 所以确实你看这几年出的电影 去的很多小说 所谓的正能量成分越来越浓 越来越多 去年最卖作的十部中国电影 我想大部分都可以归类于 直旋律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之前直旋律电影一直一直在 但是没有像这两年那么多 所以确实这几年的 政策上的改变 又有带动很多创作上的一些改变 这是很难念 反正我们现在就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 也的确是就在这么一个状态 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太好的改变方法 所以只能是得过且过 走一步看一步了 但是很感谢白日文教授 今天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观点 我们也会把英文版方方日记的链接 放在我们节目的下方 这样我们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在读过中文版的方方日记之后 也可以去看一看白教授 所翻译的英文版的方方日记 看一看其中语言不同 味道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不同 很感谢白教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祝您接下来一天愉快 谢谢您